众所周知 宝里之夜有很多奇奇怪怪的宝箱 这样的话我们的活不就来了吗 赚到谁 我们就只用这个宝箱里的武器获胜 求求了给我来个强力一点的吧 白色强力豪华本赛季独特宝箱 我只能说我故意的 咱们就只用这个大白色宝箱里的武器获胜吧 话不多说咱们直接发车 这个白色豪华宝箱 因为是本赛季独特的联动宝箱 所以说它是有固定刷新点的 就比如本赛季的BOSS城堡 里面就会固定刷新白色宝箱 就是这个看到没有 给我出两件金色武器吧 这个只有一把绿色重盆 哎呀BOSS过来了不打不打 咱们去赶紧找宝箱吧 一把绿色重盆肯定是打不了啊 又找到一个了太棒了 蓝色的还有一个侦察音 有毛用啊 等等我怎么发现又是这两把盆子呀 我们上局挑战也是用的这两把盆子 只是现在的这两把盆子没有技能了 是不是可以说挑战难度升级了 独头戴 独头戴盆子可以瞄准的 就是这样 这两个的血量这么少啊 走 咱们去找人 Let's go 这边发现人了 有枪声 可以看一下 正好在我的偷尸范围之内 居然爬到我头顶上来了 下来吧 直接爆头 有NPC在打我 咱们赶紧溜溜球 再见 哎呀 车被打爆了 完了完了完了 这个车不能要了 咱们直接拜拜 走走走 再去找人 等等 这里有个人在干什么 在砸车吗 宝礼之夜玩家真的是花样百出啊 迷惑行为 哎 各种迷惑行为 可惜了这辆车了呀 不过还是可以开一下地 还是算了 一枪就没了 咱们继续前进吧 前边发现敌人 我的被动也出发了 这下看你往哪跑 直接用咱们的毒头弹喷子 这居然没打到 但是不慌还有一个 瞄准 哎 打中了 还差一枪 对 过来 哎呀 还是换连喷吧 拜拜 应该没人了吧 OK 没人了 NPC也没了 决赛权了 放出我们的猎鹰 看看迪迪在哪 哎呀 这附近竟然没人 那咱们就留了 前面有枪声 什么情况 哦 看到人了 看看能不能用我的 狙击喷子印一手 过来了 我们切切地找个机会 看看能不能印到 他不会来找我吧 哎 去哪了 哦 在这儿 能打到 哎 它居然是狙击枪 看你的狙击枪厉害 还是我的狙击喷子厉害 它好像没有发现我 那就不慌了 咱们慢慢逼近 只要拉近距离 就是我的天下了 嘿嘿 还没看见我 小龙虾兄弟 哎 完了完了完了 什么 它居然跑了 欺负我是喷子是吧 但是我是独头喷 嘿嘿 它的武器很好呀 为什么会跑呢 直接一个RPG 和我同归于近呗 走走走 骑上我们心爱的小摩托 飞速前进 呃 这 走 哎 什么情况 我这摩托技术 也太差了吧 GAL 好了好了 起飞了 完了 算了 还是直接跑路吧 两条腿最可靠了 这边有辆车 很适合我 咱们直接开走 碰到人之后 想狠狠地撞一下 咦 这不就来人了吗 就是你小子打我车吧 还想跑 你跑得掉吗 还有个NPC 完了完了 哎呦 OK OK 再给我一次机会 让你们看看我的车技 来 别跑 哦 哦 哦 耶 哦 等等 我怎么用车杀了一个呀 咱们说好的只用白色武器箱里的武器获胜呀 不好意思 不小心 不小心 这个人很嚣张啊 直接就甩过来了 这是用连喷子打死他吗 呜呜 这连喷子威力也太小了吧 咱们得用毒头弹啊 哎 你还敢过来 这次我换毒头弹 我换 毒头弹 OK 兄弟们挑战成功了 如果大家想继续看挑战的话 一定要长按点赞加关注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